所以现在大家好好的安心专心聚焦 先栽培自己 先栽培自己 不是只是头脑之间 你要真的去体悟 渐渐练习去读懂这一部无智天书 非常重要 要学会读懂这一部无智天书 你才会读懂《道德经》里面的大智慧 而《道德经》里面的大智慧 就是来自于大自然无智天书的启示 老者的大智慧是来自这里 这一部《道德经》就是 它就好像一个宇宙天文图 我们说中国有中国的地图 北京有北京的地图 杭州有杭州的地图 这些地图可以帮助我们 比较容易了解杭州的全貌 比较容易了解北京的情况 所以地图是让我们去了解实相 那个紫禅城在哪里 你看这个地图 你就可以知道位置在哪里 那你对比现在自己在哪里 你就知道我怎么走过去 所以地图是帮助我们 清除我们的方向跟目标 来 大家好好体会 宇宙有宇宙的天文图 我三十年前 一样都在研究宇宙的天文图 但是这只是站在科学天文的角度 在研究宇宙天文图 但是更奥妙 实相更奥妙的宇宙的奥妙 天文图方面呢 就需要从道德经里面去找寻 谁要知道 道德经它就是帮助我们 去读懂宇宙天文图 读懂大自然的无知天书 道德经里面 它是蕴藏非常高的智慧 帮助我们去读懂无知天书 进一步 你懂得去向大自然看起学习 以大自然为师 所以道德经是让我们来到 当你真正读懂这部无知天书之后 你可以不用书本 可以不用文字了 真正最高的经典 就是大自然的无知天书 世界上任何宗教 我讲的是任何宗教再高的经典 都是来自于那些所谓的大智慧者 看懂这一部无知天书之后 然后叙述讲出来 自己记录或是后代的人记录 所有的经书是这样来的 但是那些大智慧者 他们就是看这一部无知天书 讲出来的 老子他的道德经 他的大智慧 一样来自于读懂这一部无知天书之后 然后写出来 儒家的系统里面 对这一部无知天书 有比较具体记录的是中庸 中庸 他有比较记录一些 但因为这方面不是孔子的专场 不是孔子的专场 所以里面有记录有叙述 但没有像道德经 这么样的专场 深入具体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好的珍惜 孔子有孔子的优点 老子有老子的优点 两位圣贤的智慧 也都值得我们学习 像我一路学习成长的过程 我们是从小学一年级 就开始学习儒家的文化 学习传统文化 不管是小学中学 高中这样一路上来 我们都是学习传统文化这样的一个 这个叫做中学为体 中学是中国文化的这个学问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所以我们学习都是 有中国文化这个底蕴基础 西方方面的 我们一样在学习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不忘本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 接受儒家这样的一个熏陶 而老子的智慧在一般学校里面 是比较少在教的 只有在大学的哲学系 文学系里面 才有教老子的道德经 因为能够教老子道德经的老师 很稀少 很稀少 所以这方面 通常都是要在大学里面的 像特种特科系里面 才会教道德经 论语方面 我们是小学中学时期 就都在学 好